在中国为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奔波努力的时候 有乌克兰官员却在计划着打败俄罗斯后 就将下一个目标对准中国 这样的乌克兰真的值得我们同情吗 大家好 我是顾严木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乌克兰战争爆发虽然已经过去一年了 但战火依旧猛烈 双方谁都不愿意先后退一步 在西方世界里 俄罗斯被定义成了入侵者 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在这场战争中 乌克兰可不是什么无辜的受害者 而是导致战争爆发不可推卸责任的一方 甚至是企图同时征服中俄两国 甚至征服全世界野心膨胀的一方 乌克兰最高拉达前副手自由军团成员 尤里·西洛秋克就公开放话 乌克兰军队要在打败俄罗斯之后征服中国 据报道日前西洛秋克在利沃夫电视台发表讲话时宣称 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乌克兰位于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 所以谁要是控制了乌克兰这个心脏地带 就等于控制了亚欧大陆 控制了亚欧大陆就控制了世界 他建议乌克兰扩大在俄罗斯的影响力 将俄罗斯分裂成很多个民族国家 在乌克兰变成一个大国后 与波罗的海国家组成一个安全区 而乌克兰战胜俄罗斯后 中国将成为下一个新敌人 简单介绍一下西洛秋克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 要征服我们的狂妄之徒 西洛秋克现年47岁 是乌克兰非政府分析中心 乌克兰战略研究工作室主任 在2012年时曾担任全乌克兰自由协会 乌克兰最高拉达代表 如今是乌克兰战斗员协会 自由军团的成员 在去年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 作为独立突击团火力支援连榴弹发射兵参战 他所在的部队目前正驻守在被俄军猛烈进攻的巴赫木特 普京曾说过 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之一 是打击乌克兰境内的纳粹分子 消除纳粹威胁 如今看来俄方说的一点也不假 乌克兰国内果真存在威胁世界安全稳定的纳粹势力 西洛秋克言语中无不透露着纳粹的信息 退一万步说 俄欧现在正在交火 交战双方都希望击败对方 这可以理解 但把一直在为实现俄乌停火做出努力的中国 当成下一个目标 甚至企图控制全世界的想法 以赤裸裸暴露出乌克兰政客和美国一样 不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的霸权思维 虽然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很好 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中方并没有选边站 一直扮演着调停者的角色 始终希望双方能够早日握手言和 中国的付出 乌克兰不感恩就算了 却还想着背后统一刀 这样望恩负义 把我们视为敌人的国家 说实话 一点也不值得被同情 毫无疑问 乌克兰战争对乌克兰人民而言是残忍的 但对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客来说 战争反而成了他们实现野心的好时机 很显然 他们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乌克兰的和平 不过西洛秋克终究是在吃人说梦话 别说中国了 如果没有西方在背后撑腰支援武器 关俄罗斯一根手指头 应对乌克兰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哪里还轮得到他在这里对中国说狠话 而且即便有西方撑腰 谁将成为最后的赢家 还不一定 更别说美国和乌克兰面对冲突的分歧越来越多 现在就把目标对准中国 希罗丘克未免太看得起乌克兰了 更何况就算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场战争 俄罗斯和乌克兰最后谁胜谁败 希罗丘克能否有命活到那个时候还真不好说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 希罗丘克现在所在的巴赫木特已经成了杀戮地带 双方伤亡惨重 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 俄军将继续在巴赫木特等地发起进攻 本月初希罗丘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 近段时间以来 俄军一直在向他们的方向推进 对他们的炮弹攻击始终不断 不过即便如此 希罗丘克依旧自信的认为 他们乌克兰可以进一步留住巴赫木特 并声称战争并非是由豹子赢得的 而是由有进取心的人赢得的 只要能保持军队的积极性和获得社会的支持 他们就有赢的机会 但不管希罗丘克表现的多自信 在俄军的猛烈进攻下 乌军最后有可能会因为抵挡不住 而被迫撤离巴赫木特 届时像希罗丘克这样的狂妄分子 能不能有命逃出去还真不一定 打完俄罗斯打中国 希罗丘克的言论 看似一场笑话 但这不正是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 现在最真实的心理活动吗 同时也反映出了西方 对乌克兰政权的深入影响 在乌克兰政客里头 把我们视为敌人的恐怕不止 希罗丘克一个 对我们来说 乌克兰或许无法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但我们不能忽视了它背后的西方 对这个国家始终 还是要留个心眼才行 防人之心不可无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